FMQ1.5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很高興他還跟我們這個 禮拜天跟大家做回來這個寄民 空洞寄民 現在反正人家住在這裡 不重要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網路的世紀 你像我家就很深色了 比如說圍爐 我跟你說現在大家 台灣人齁 差不多都有那些錢很大的國外 譬如現在 美國啊 日本啊 甚至我們也知道很多的台商 去到中國 那要怎樣 圍爐要怎樣 整個都撞到回來 太困難了 所以到圍爐的時候 像我家就是了 我家因為 有國外 小孩子有知道去華國求學 那怎麼辦 要怎樣 還要再拚回來 一座圍爐就拚回來 所以 就是都在那一天 我家什麼手機都拿出來 手機都拿出來 手機都平板電腦 每個都拿出來 全世界連線 連線 當然是視訊連線 你看現在多方便 譬如說 這個蝦 在圍爐 那個蝦也在圍爐 對不對 不管你哪一塊一塊 做會 在那個 降一個時間 所有人 都 可以看到說 對方的臉 一個會 也是有一種 圍爐的感覺 這是我 我剛才說最社會 也不是 我們古早時代 這個農業社會 所以今天呢 呃 真心笑我的節目裡面 都差不多這樣 跟你說一些借 也要說一些 比較先進的東西 為什麼 我們在熱活 熱活 現在熱活的方式 有什麼改變 我先說一個 最趣的 就是在這個 我現在在台南 慢慢在那 每一天在那 Slow Life 慢慢走 騎一個腳踏車 穿一個人自托 接下來 就是我的那個 DECO 這樣四處走 有時候 找到咖啡店坐 欸 很多朋友 知道我都在 差不多 沒有時候 找到咖啡店那裡坐 在那裡看 電腦 平板電腦 看到有的 沒有的 齁 開始齁 我自己齁 算說 啊 二歲 有時候 結我差不多十歲 齁 幾歲的老大哥 老大姊 他們就說 欸 你就在那咖啡店 這樣沒有咖啡店找你 我找到什麼 我最近買一支 手機 沒那麼用 不然你就會心想給我咖啡店 所以 很趣 現在 在咖啡店 我有開一個 叫做 公媽 數位班 呵呵呵呵 阿公阿媽的數位班 欸 我最喜歡咖啡的 雖然是 他們的學費 就是這樣 你喜歡找我咖啡店 但是呢 要請我喝咖啡 自行素修 素修就是簡單啦 咖啡而已 當然和朋友像這個 我沒有 大家都來咖啡店 我就咖啡店 所以他們都來攪手機 為什麼要攪手機要花架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到五、六十歲來 做公、做媽就很多嘛 你當然有怕孫 可能怕孫全世界四個種嘛 像我在台南 我有一個朋友 我台南的朋友差不多 我跟台南人的孩子都很國際化 有關香港的 有關美國的 有關日本的 那如果一間出巡 像鳳雅出巡 就是要去那裡的怕孫的家 我就要美國、日本、中國四個種 所以他們就說這樣太累了 現在我就跟你說 你不然你就去買一支手機 有什麼 平常是普通 如果你說卡電圍 卡用中華電信 或是什麼台高大的這類的 電信的費用 整個要害人 你要卡在國外 都要錢 我有一個朋友 他們做小孩走到美國 十歲 為了要跟他們做小孩通電圍 走一支手機 他走到普通的手機 跟他們做小孩在那裡卡一卡 我問他說你一塊卡多少 哎呦 哎呦 卡兩萬幾塊 我說啊 卡兩萬幾塊 你們整個買一支 智慧型手機 為什麼要買那種手機 當然啦 你拿那種手機來 看你跟他們做小孩說多久 說到讓你天荒地老也說去 像我媽媽就好了 我媽媽一定在那八十了 啊現在就三分鐘就生到 就要跟我們這隻住在美國 就跟我們這隻說 想做小孩嘛 想做小孩要怎麼 啊我就說來 這個 當然我媽媽人家有手機 太小了 那有老花眼嘛 所以我就用那個iPad iPad就是平板電腦 比較大的臉 哦 啊將來哦 今早晚黏尾電視器了 而且要黏電視器 現在就可以了 啊 就他可以和我們 啊 啊 住在美國的這隻 啊 看他們兩個要說多久 哦 啊我現在面也看得對 哦 啊一方面說 一方面 他現在在那裡吃泡麵 他也要給他看 說 媽媽我現在在吃什麼 吃什麼 哦 啊我住在這個 美國的家是什麼形 啊他也可以拿出來看 所以哦 你說 對這些這個 這種夢露發展 啊我們千萬萬 說 我一個那裡老大哥老大姐 我跟人說 欸 這對老人來說是好意 用呢 那你也問他 啊我都沒愛啊 這我不對啊 我說 啊這個 其實啦 這一定變得很簡單 為什麼 只有一根筋頭 一支 手指頭就好了 你可以這樣 然後壓下去 就點出來了 古早時代我們要做 要打電腦是要 double click 按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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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按兩下 比如按一下會不會打開 當然不會 那按兩下 你如果這樣啪 啪 間隔太久 照樣不會打開 所以你一定要啪啪 就打了開 好不容易把電腦打開 我死了 這聲音還要打字 打字呢 打字不簡單 其實像我這種年紀 以前五、六十歲 才起立的 大部分都不會打字 你想我們祖父子他們就很會打字 他們的那種 一世代 很會打字 我們祖父子在國小的時候 有一天把我拿一個獎狀回來 有沒有搞錯啊 他們怎麼獎狀看起來說 打字第一名 蛤 怎麼有可能的事情 我還沒打過了 他們在那個時代裡面 他們學這些都很厲害 他們沒有什麼障礙 啊 我們五、六十歲的人來就有障礙 啊你接下來你說那鍵盤 像我那時候 我其實是很年輕的學打字 電腦打字 啊我學的時候 那鍵盤最好笑 鍵盤頂端 好像有A、B、C、D、C、D、G、D 咦 不潑、潑、潑、潑 哦 啊也沒有那個什麼 足弓、日夜什麼都沒有就對了 你說那才沒有 還英語的而已 你如果要中文的 可以 要漢語的 可以 自己去買貼紙 啊貼紙 上那大大的鍵盤的頂端 我現在實在那個時代有可能沒有 啊我在那裡打字 啊那時候因為賓團去買那個貼紙 啊所以我就寄成那個 那個那個 英語 英語 就是說 用 用英語的輸入法去輸入倉節 所以我現在當然沒有打字 我做會快 這實在是很辛苦的事情 啊所以 你不可能我今天有什麼要跟各位說這個 其實我覺得 科技的東西 我們 如果它動作是 生活 的樂趣 你就不要 它排斥 啊其實我們不必要排斥 像我說 像簡單來說 這個卡電話的事情 欸 我的通年紀錄 我有一個月 整個月哦 整個月 我的通年紀錄 零 零什麼意思 第一 就是沒有人用那個普通 譬如說 中華電信 台客大什麼 這類的卡電話 沒有 啊 啊我的朋友呢 全部都用網路在跟我說事情 啊說事情都不用錢 啊 啊他如果用中華電信 用台客大 我怎麼會知道那個特徵廚有 要跟你 監聽嗎 我們這個 特徵廚都 全部都在做判事的 對不對 啊 啊 所以呢 在這個 啊 第一 不用監聽 啊你說 幫路用監聽嗎 也有可能啦 但是很困難 啊 很困難 啊 所以哦 很差別的一個 我先來給他各位吻用 就是說 現初是 出身的孩子 現初是出身的孩子 哦 啊他可能大小的時候 你說來 那個 把你阿公啊 阿嬤 去那個燦昆 你去給我買一個 什麼東西 他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15種的產品 15種 對15種 哦 甘想說 各位聽 好來 現在來說 有 哪15種的東西呢 未來在那個燦昆 你找不到 你現在叫小孩說 現在出身的小孩 阿嬤到大了 差不多 知道什麼事情 你叫他說 你去燦昆 給我買一個 什麼東西 有15種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第一種就是叫做 家庭的 有線網路 這什麼東西 嘿 各位 你現在如果要做網路 啊說電信鋪你卡電位去 還是有線電視卡電位去 啊我們現在網路有兩個 路線 一個是由電位線來 一個由你家的那個閉路電視 有線電視往來 好 啊現在這個 你如果把中華電信講 啊他就 找一個人來 說你家那麼正正的 要把你揉一條線出來 那條叫做網路線 哦 叫做網路線 那麼 那個有線電視差不多 為什麼是這樣 啊那個網路線 整出來 才還在你 你們 整個分享器 才會分享出來 哦 分享出來的 你們 呃 整個這個 這個 房子裡面 啊 還是說 呃 他可以再揉一條 另外一條 我選出來 就是說譬如說 揉去 這個你的電腦裡面啊 是要揉去你 其他有用到的 相關的那個 那個電腦 那條叫做 我家庭網路 有線網路線 那條線 我跟你說 以後 沒看到 有什麼沒看到 因為啊 現在人家開始在發 4G的執照 4G就是理論上 差不多 跟我們現在的3G 他價錢的速度差不多100倍 這到底是揉在哪裡 現在最簡單嘛 3G跟我們家的那個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3G 我們現在出去到外面 哦 啊 我們有 把中華電信買那個3G 的網路 啊 所以你四個都可以上網 第一非 說他那個所在 他沒有那個3G的信號 所以你也可以四個去上網 啊 這個什麼 再過來 但是現在目前的這個3G 因為 我們這個 爛政府 這個爛政府 這個媽政府 事情都不做 就像一天一樣在鬥爭 這樣而已 啊 這個 NCC教理也要說 要管 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3G 一定不夠可以用 啊 好比說 你如果走去台北市 比較流淚的地方 不用姓義區 哦 那如果要上網 就這樣 咕咕咕咕咕了 慢慢就對了 因為太多人在那裡在營嘛 好比說我們去英港 也是一樣的 嘿 我現在去英港 啊 那譬如說那個所在 無線網路不好 或是說他們這個 工程裡面不好用 啊 現在就麻煩了 啊 麻煩了用3G 好用我自己的這個 手機的3G 的網路 給我分享出來 那是太多人 也是不怕 網路也是太條的 這個 就是說一個大水公 抬起到你們家 啊 你們那 你們那幾個大樓 幾千褲的 啊 那個水公不夠力 啊 當然 也是不夠 不夠這個 這個網路嘛 啊 所以現在就是 大家都在說4G 啊 4G的意思就是 Generation 就是一代一代的意思 第四代的網路 第四代的網路 意思就是說 將來 這所謂的什麼線不線 現在大家都在無線充電啦 無線上網啦 沒有人要用那個線啦 所以 你也問說 你 你孫子 還是你孫子現在出事 你那 大人的身高 那十幾歲 你說你去唱歌 給我買一條那個網路線回來 說 那個是什麼 吼 那個什麼東西 我跟你說 真的不知道 好 再來 專業的傻瓜相機和錄影機 我剛才去買一台 那個唱歌買一台相機而已 你告訴我 什麼傻瓜相機沒有人在賣 沒有錯 你現在去買一個相機 照相機 你會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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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夫跟你說 你也說 人家 淡人 熟 現在相機 怎麼會這麼熟 這樣 好 試下去 是買下去 我跟你說 那台相機 你如果拿出來 人家會說 哇 傳說中的相機出現了 嚇死人 這是什麼時候的東西 我傳到買的而已 才會這樣 人家不必定的東西 你肯定買 現在只有兩種 相機要買 一種就是 無線上網分享 當然 如果用手機的相機 就可以無線上網 但是 你如果專業相機 他一定會說 我拍完 就可以分享 現在大家也在想什麼事情 我拍到哪裡 就是要分享 我要去Facebook打 我要去跟朋友說 我用我的手機的通訊軟體 我就是要跟人家說 大家拍照就是要現 不然你拍照是在拍 拍照的 大家拍照也拍照的 以前古早時代 拍完之後 去 沖洗 洗澡 洗澡 洗澡之後 整個相機裡面 朋友來 你也三個一直在地方看 對不對 現在不是 現在拍完 就趕快了 空中就團出去了 由雲端 拜託三太主 跟天下的人說 這樣 所以 這就是說 以後 這個 灑瓜相機 不可以分享 你忙買 第二 就是要那種 可以 倍數的 類單元 比如說 我們中午秋節 要收貴牛 收貴牛 貴牛很貴 貴牛很貴 一個太空船 太空起來了 你要撩過來 要給貴牛 撩到你的頭前 就是要用 類單元 類單元動不動幾百倍 這樣 所以 那個原因我去撩過來 撩到他的頭前 面頭前來 這種人才要買 所以時代 不一樣 你說錄影機 現在還要買錄影機 你手機是不能協助 所以 小孩大人 你叫他去參觀 買錄影機 說那是什麼 買那個撒瓜相機 說那是什麼 有一個爪 很深色 我跟我媽 兩個 去一個風景區 我跟我媽兩個 孫子說要撩起來 撩一下 就拜託一下 我看了 差不多九年級生 小孩就對了 我媽把他 一台傳說中的撒瓜相機 撩出來 然後用刺的 在上面有一個按鈕 看他也把它刺下去 撩到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 你知不知道什麼 是不是 從為我們 我們現在一般撒瓜相機 上面也還有那個 螢幕嘛 對不對 都在那一直 一直點 一直點 點半鍋 啊 不會動了 不會動了 啊 當然不會動了 我們那個傳說中的相機 你不要看過了 所以我跟你說 去用相機 近三晚不看 這個人呢 室內的 定點的電話 您家的電話 以後沒有人用 家的電話 家的電話變成是啥 變成是一個上網的代號 你現在要打電話的人 很多人說 我又打電話給你 直接打他的手機就對了 現在很少人在關機 拿智慧型手機的人 很少人在關機 這個人好像就中拼了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拼了 這樣 那個電話不敢關 整個晚上在那邊邊蹦蹦蹦 砰砰砰砰 這樣 他也 高興就對了 所以 一號所謂的家裡的電話 他可能只是一個號碼 一個上網的號碼 一個跟你收費上網的號碼 第四個就是 開機規速的電腦 我們的電腦 開開 在那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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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還沒開 尤其 你如果是用Windows 我是最不想用Microsoft的產品 反正Microsoft出什麼 我都不想插音就是 我都不想用就對了 因為我以前用得很切心就對了 用得不想用 這樣 要開機很慢 就是人家現在 Windows 8 開機五秒鐘 好快 嚇嚇叫 當然現在 未來就是 電腦打開 便會開開 沒有人還在那邊等你慢慢看 這是未來 但是 你如果說 你孫子 你兒子大人 讓他看到那種 這樣 電腦打開 要等很久的那種 就說 噢 這 也當上保護官去電腦 再過來 現在 微軟的視窗 你如果在用電腦的人 你就知道 電腦打開 就開了 Windows 視窗 一個一個視窗 他又沒有了 你看看 你的手機 很多人的手機 都是 一塊一塊 一個一個的 應用程式 APP嘛 手打開就打開了 也就是說沒有人還在用什麼 瀏覽器 不瀏覽器 沒有了 都跳過了 都跳過 第二次就是 一後就是 你要用什麼就打開 這簡單就好了嘛 本地在設計 這東西就是 要 我說的 Kiss原則 Kiss Kiss 一般人家說 Kiss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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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ss Kiss 朋友問我 說什麼 這Kiss的原則 很簡單 原意叫做 KEEP 就是 Keep it Simple Stupid KEEP 就是 保持 現在 換馬爾庫語 來教你 原意 KEEP Keep it Simple Stupid 就是 保持 簡單 跟 愚笨 這種 這是最好的設計 所以呢 現在 現在所有的設計 就是要這樣 最好是 越簡單 越笨越好 就是 你所有的機器 一定要是 越笨越好 所以有 很多人在設計 都不知道說 設計的原理 就是說 你教到 我是使用者 最好 我不要看說明書 你再付一本說明書 你這把我怕死的 對吧 我們的 收音機 簡單嘛 轉開就有了 對吧 電視也簡單嘛 啊 打開就有了 對吧 啊 新的就是 開始在那裡頻道 看你要第一 打到打開 頻道 這樣 你都可以 啊 就是要簡單嘛 這就是 所謂的KISS原則 Keep it Simple Stupid 我們很多人都 沒有了解說 這個原則 像我現在要說 科技的問題 給你聽 我也要說 這樣 絕對要讓你聽 啊 如果你又聽不 這樣不是你的錯 是我的錯 好 再來呢 就是 硬碟 硬碟這個東西 真心燒 我們古早時代 要買硬碟 各位 如果有看過一本 一部電影 一部電影叫做 侏羅紀公園 就那個 來演那種 古早時代 暴龍 雷龍 空龍 這樣 還在線地球 啊這個 這部電影是 很好看 但是 那個時候 我跟他研究 他的幕後製作的過程 好像為了 要做那些空龍 什麼龍 一堆 他們的硬碟 硬碟 在那個時代科技 那差不多20年前的電影 十幾年前 小莫媽 十幾年前的電影 各位你知道嗎 他們的硬碟 他們總共的硬碟 影差不多一個足球場 這麼多 就擺起來 可以鋪滿整個足球場 他就說 怎麼這麼多 那個時候 硬碟一粒 的容量叫做 五十枚 五十枚 啊五十枚是多大 我是說 簡單給你聽 你現在 如果拿一張 那個 拿一張 那個 DVD 有喔 那個DVD 在竊 DVD最沒有 四GB 啊五十枚 要一千枚 上面是四 一GB 換句話說 五十枚 你要加到那個 四GB 一張DVD 齁 啊 那你就 還說 還幾十十塊嘛 對不對 幾十的那個 印度才可以 存在 啊 這個DVD 所以科學 發展很快 齁 啊 現在是怎麼 現在更厲害 就是說 幾乎所有的這個 這個 雲端儲存 他就不在插你 你多多就沒關係啊 像說你相片 收完 收完 啊你說 我要馬上就 上傳這個 Yahoo的 裡面有一個 freak的網站 那是我們在 上傳 啊他給你多多 你知道嗎 他說 一個人 一 TV啊 TV 啊這個 你騙一四人 你還要騙 你瘋狂的騙 哦 每次都要騙 這樣沒關係 你跟他團 你一四人 大概團不完 缺不完 就對了啦 所以現在 沒有人要買硬碟啦 啊現在買硬碟 還要想想 也是 算TV開始的就對了 沒有人還在 什麼鬼魅 要唱四人 鬼魅 什麼時代啊 不過我現在想想 人是 我們這個人類 創造力 真的很怕人 你想 儲存記憶體 就是說 穿口 一定把你 做到無限大 你還有辦法 把它塞滿 哦 所以人類的創造力 真的實在是 很配合 就是這樣啊 各位要知道 現在 我 看的資料 那個 Facebook上面 一天 跟他分享 不管是文章 照片 影片 一天 分享 二十一條 一天 分享 全球 二十一條 全世界的人 在說話 一天 可以分享 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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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要多大 那個 那個儲存的 容量 在裡面 讓你們去 做完就對了 不管你 在裡面 說本舍 說什麼 早安 晚安 一堆 早安 我不是本舍 我現在是在說 你就反正 如果有什麼 東西 要做 他都不怕 就對了 一天 二十一條 哎 二十一條 你要 叫我 叫我一天 說 那個 二十一 二十一字 不要說二十一字 說一字 也 也 沒辦法 好 再來就是 印度的 再來呢 就是 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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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消失 我跟你說 如果傳 他現在在說的意思 現在在說的意思 是傳統的戲院 傳統的戲院 你說 你遺憾這件事 你如果沒有辦法變 沒有變 譬如我們現在開始去看 看那個 看那個 看眼鏡 那種 3D的對不對 那種眼鏡 一邊 紅色 一邊 紅色 你看出去的東西 就變成 3D 3D看起來 才有 立體的效果 所以現在就要看 3D 接下來還要 倒閉的影響 我們知道 倒閉的影響 倒閉的影響 以前說倒閉的影響 說有聲道 還要加一個 什麼聲道 這樣總共六聲的 更厲害了 現在不是 幾十聲道 現在實在是 高級發電路 越來越厲害了 所以 電鍵 我們看電鍵有一個 樂趣 就是說 很多人 跟你做會 享受 享受嘛 所謂的 獨樂樂 不如種樂樂嘛 就 大家可以 跟你做會 在那裡看電鍵 你如果 生活 旁 譬如我年輕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小姐 坐你的旁 去看恐怖片 看到要怕死的時候 這樣 嘻嘻叫的時候 這樣 嘗嘗那個機會 趕緊把它淹掉 這樣 當然也是很爽的事情 不過我看 時代不一樣了 現在就是說 家庭的電影院 可能性 可能性 越來越高 在 螢幕 放大 現在螢幕一定有4K 4K是多大 87吋 你們家的電視 有87吋 87吋 在一個 窗戶 才這麼大 很爽的 嘻嘻 嘻嘻 如果放在 我們家 我們家是不可以 讓他放 我們家是太小 驚嘻的 87吋 啊87吋 他要看 當然 人要退 中途 嘻 我還說 我站在那個 螢幕前 看 他一定要退中途 啊 當然 旁邊的音效 音響 你若是好 的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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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電影的消息 我是感覺還有一點希望 就是說 呃 科技的發展 另外電影 他一定也會發生變化 所以 有可能傳統的消息 就是 新的 3G 3D Max 4 所謂的4D 人在那邊看 比較說 你去看一個水族館 啊 他的4D 就是說 你人走進去 哦 很多人在海底 在海底 那叫做4D嘛 啊 這種的 人就要看 他以後看電影 可能是 呃 不用看眼鏡 哦 我一個朋友呢 去紐約 他學的 那種叫做 全息攝影 全息就是說 一張照片 你看看是 一張照片哦 但是你 從不一樣的角度來看 他就變成 全部3D 全部 你譬如說 一個女孩子 站在那裡 啊你現在 他那個是用玻璃做的 他現在把那個 祖父母 放在玻璃裡面 啊不就 全後面都透明嘛 啊你360度都能看得到 換句話說 那個祖父母 由他的正面 側面 背面 都能看 哎 厲害哦 還有一種就是 比如說 周杰倫和鄧麗君唱歌 你要看過嗎 周杰倫和鄧麗君 這兩個是要怎麼夾在一起 我跟你說 一千 不要說一千年 五十年 又產生另外一個 周 一個 一個 張杰倫好了 假設這樣 張杰倫有沒有可能跟周杰倫現在唱歌 啊當然也可能 啊現在都已經可能了 以後當然也會可能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所謂的3D技術嘛 這要趕快走 不用趕快走 所以 這個看電影 所謂電影 電影這個名詞可能也會消失啊 你說 那有什麼 你現在問 小孩現在出事 你叫他說 我們去看電影 看電影 電影是什麼 哦 哦 美國小孩說 What is movie What 沒有人知道 什麼有這個電影 實在是這樣啦 就是說 我們如果在面臨這個科技的時代 其實我們要有 一款生活 就是說有很多東西 已經不是像我們以前的行為那種的一樣 比如說 報索 看報索這件事 你自己門行試問 你多久不敢買一份 那報索了 你都去 早上早餐店 或是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 那些人看 啊自己家也不敢頂 所以人家報索就要倒閉 接下來又10錢 接下來又10錢嘛 各位 10錢老實說 你也很久沒買了 不然你會早在7-11 偷看一看 不然你去切割看一看 不然要買啦 啊現在訂10錢的也很少 啊你現在訂10錢也很奇怪 齁 還在訂在紙本的 齁 就很奇怪 啊因為現在消息的信息管道一定不一樣 所以 手片 齁 我跟你說 手片最慘啦 譬如說我的朋友啦 那個什麼 中盤商啦 譬如說一個吉馬唱片 吉馬唱片以前我多好呢 老闆啊 一天說什麼手片沒在賣啊 在賣那個吉馬麵線啊 我在中盤 每百個中盤 我在賣麵線啊 就你們這些人都不想賣我唱片 我都不賭 對不對 不然你是要怪人怪什麼 人家可以轉型做賣麵線就不錯了 這頭盤也是有頭盤啦 我實在很可能就是這樣 要自己滑鼠這項東西 滑鼠 滑鼠知道嗎 我們在生電腦都有一個 要吃像鳥漬 這個東西不是什麼人發明的 滑鼠這個東西 說起來 也是算有說 但是 對 為了要養那個滑鼠 尤其是少年在養油性 養到 整個發炎 手、發炎什麼 那種很多啦 滑鼠這件事 滑鼠才有可能 現在滑鼠沒人可以用 你看人家手機 那有人還在倒一個滑鼠 沒有吧 你看人家拿那種平板電腦 還有人倒滑鼠 也沒有啊 滑鼠這件事的消息 以前 啊不要用滑鼠最好啦 不要用滑鼠 啊再來就是 3D的眼鏡 這個也會消失 我剛才有說過了 全息攝影 還是周杰倫 跟鄧麗君 這會唱歌 這都不需要掛眼鏡 啊 你說 啊 他有在說這是 未來是什麼 啊 這是現出時的事 我就是不是 我跟你說未來要做什麼 說未來 我就跟你說科幻小說 對不對 我就是在說 現出時的事 我所說的 現在是現出時 還有遙控器 哈哈 這上面是不是 遙控器啊 啊 發明的時候 哦 在那個時候 美國在發明遙控器的時候 那是很嚇人的事 我們過去 像古早古早的時代 像現在年輕人 不知道什麼 就是古早古早的電視 古早 看電視 像我 我 小孩的時候 第一台電視 在我們爭的裡面出現的 就是在十花店 十花店出現一台電視 那個十花店很聰明 他知道說 買一台電視 大家都會來十花店頭前看 吼 那買一台電視 一爭的裡面 買一台電視 是比 那是演報地 演過戲 還要風洞呢 啊你不知道 我們十花店外星星 他也很豪心 因為 所有的人 都 他的電視 不是 向他 向他 來 地的 向外殼 向外殼 給大家看 啊所有的人 都真真去 他們那邊看電視 他很好心 他就把電視 向外殼 這樣 給大家看 往外殼 有一次 我看到他 又開始在那邊 那真的好感心的啦 佛心來著 感恩喔 都在跟你拜拜 大家都在桌子看 不然我們到買第一台電視的時候 你知道 那是整個娛樂中心啦 娛樂中心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大唱 不管是什麼蘋果電腦啦 微軟啦 什麼那賣手機的HTC啦 三送啦 大家都想一個事情 就是要跟你們家 我們整個客廳裡面最重要的卡丘是哪一行 不會是沙發啦 我們沒有人坐也沒關係啦 不會是那個什麼客廳的桌子 不要說是客廳啦 差不多整間家裡最重要的這個電器 對台灣人來說就是電視啦 電視最重要啦 沒有電視得怪怪的這樣啦 不過這個過早時代啦 大家都要給一台電視就對了啦 連那路邊家在賣東西 他們也要搬一台電視啦 賣賓兩人也要搬一台電視啦 反正台灣人吃飯也要看電視啦 就不能說這樣電視可以停一下 不會這樣啦 所以我才剛好笑 譬如說我以前在台北 要去買一間新廚 要搬進去的時候 人家說我電視在那裡放電視 我說騙笑的 我電視都給你收收起來 我電視都給你放在 我在電視台做工作耶 電視我放在哪裡 我放在餐廳 為什麼 你如果吃飯也不能看電視啦 但是 你如果說要休閒忙放在客廳 客廳是要跟人家說話的地方 你問我 我在跟人家說話 旁邊一個電視在那裡逛 你逛 你不會很煩 有時候我如果去人家 我就要跟你說事情 你一個電視開在旁邊 有時候跟你開在康音節目 那些名嘴說到這樣 好 你是來聽到 那幾百塊都要跟人家說 我是要跟你說話 我不是要來聽名嘴說話 所以有時候譬如我去吃飯 我也跟人家說 拜託你電視稍微看他 不然你全白帶 好嗎 我在吃飯 上面名嘴在說事情 那些在到底都不會笑話 那些名嘴大家都 反正說話就不負責任 都言論免責權 我們怎麼才會知道 而且還說得很涼 說外星人在哪裡都知道 你知道嗎 聽到要跟人家說 我會說一下 那就是遙控器 那這個遙控器 老實說越做越複雜 越做越複雜 尤其是那個中華電信 要做那個MOD 那時候 我中華電信的這個當事長 賀成蛋 我們兩個真好 什麼時候我來去找他 我以前很替他鼓勵 我說那個MOD 絕對要做 這影響台灣經過的 媒體生態 他也很認真做 但是沒有那個MOD推出來 推出來我說 哇 慘了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限 有限的問題 我們一開始我不是跟你說 家庭有限網路 這條線會消失嗎 但是我們現在 你說MOD 正在你們家 請問 我們家是 千萬專潢 結果你來說 我會叫那個網路線 叫去機上河 機上河 到你們家的電視 是嗎 算不算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你怎麼不可以研究說無線 無線傳輸就好了 不然 MOD也沒有這樣做 再過來就是 遙控器 那個遙控器 為了要收錢 所以積極很複雜 所以你現在刺來刺去 所以叫你刺密碼 所以說 欸 我不請問你 那個老人家有辦法 我現在看一部電影 試看一下 然後叫你先按密碼 誰會記的 如果那個電影 比較大的 當然就不會記了 所以就要 像我 我待會兒也不會記 你密碼多少 所以就這樣刺不開 所以喔 這個遙控器 基本就是 我感覺很不合理 最好是什麼 最好你說 啊 這樣我知道 沒有整個像iPhone iPad 像那個什麼 那些手機啊 那些平板電腦 這樣用一支枕頭來去刺 用枕頭來去刺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去你家的電視頭前 對著那個螢幕 要用一支枕頭在那裡刺來刺去 你這人不是很奇怪 用你一直說 在電視那樣大的螢幕上 在那裡刺來刺去 不是很奇怪嗎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那也是不可行啊 用那個手指去接觸電視的螢幕 其實不可行 不可行怎麼辦 最好出一支水 啊對啦 這樣就是答案啦 最好是出一支水 比我媽媽 要八十了 他現在在家裡 他可以對著電視說 台詩 中詩 發詩 他電視就開始轉轉轉轉過了 這樣多好呢 哪有這種的 最讚 這種的有嗎 很多的了嘛 現在Smart TV都在賣了嘛 那就是說遙控器啊 慢慢會消失 消失現在自己要怎麼 他就會針對第一個 聲音 英空 聲音啦 啊聲音喔 你說 我國語都不標準啊 我沒有說啊 所以 最好是自然語 自然語有嗎 有啦 你的手指現在 你現在 還是你上電腦 你要把Google說 說我要來找阿漢賢洲 阿唐賢洲 不用說我照標準 阿漢賢洲 阿唐賢洲 照相都會通 他就把你照出來 你不相信 你自己親看看 所以啊 這個語音辨識是第一項 在你 臉部辨識 臉部啊 你說 他會針對你的人臉 下去做辨識 臉部辨識 就是說 為你的臉部 下去做辨識 所以 也這樣子 要說 使用者是甚麼人 像是在看電視 還在手勢 手勢 你手勢 要過 他就走過 要過 他就走過來 這樣 這就是 未來電視是要這樣做 不是未來 一定有了 在賣了 我都常常說未來 自己說到自己不記得 再來電話號碼 桌機啦 桌機 一般我們用的桌上的電腦 我跟你說 到到那個 迷你年 後年 那個 平板電腦出貨量 一定都是 巧克力價的 甚麼桌機啦 甚麼筆電 沒有人要用那個了 就那些專業 專業 像我有在用 我有在用桌機啦 不過我們那是工作戰集的 我們做動畫 做攝影 做甚麼的一堆 所以我們需要 那個 比較大的 桌上型的 那個工作戰 全部在做好 全業的 再來電話號碼 也不見 電話號碼 怎麼也不見 電話號碼 心 在想錢 啊你說 譬如說 現在很多朋友 你的手機 如果碰上去 你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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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 怎麼會碰上去 你如果 聊 抹擦 說甚麼 這個雲端 你就知道 電話號碼 一四人 都不會碰上去 所以你沒有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甚至 也會照出來 因為呢 你通過Facebook 通過在視訊軟體 他現在檢查 你手機裡面有甚麼號碼 如果沒有號碼的 可能在Facebook 上面和你好朋友的 或是在 Google上面和你好朋友的 都會照出來 所以電話號碼你要聯絡到朋友的方法 不需要用到電話號碼 碰他也沒關係,也會走回來 再來,我們要看八點檔 上公的一定要尊時收看,風水宿佳 不用 你什麼時候要看就可以 你如果有在想聽我的節目 你就知道要怎麼摸 我們要怎麼摸,你到有線電視可以去角角起來,不用用了 再來,傳真機 傳真機 這件事,除了辦公營,大概個人傳真機 沒有了,手機就可以做傳真機了 撿一下,有傳真功能給你送過 不過要知道傳真機在發明,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我以前在月曼,都要去報社會 但是傳真機發明後 我現在有得好名 我在家裡會傳真過就好了 這樣我不用去報社上班了 但是現在也沒有傳真機,我們都沒有傳真機了 人家要送我也沒有,用手機 用手機要傳過,撿起來 有傳真功能,總直接把它傳過 但是很好笑是我們這個 我們政府的公務部門 我現在一次團過,他告訴我 對不起,你不是用傳真機傳的 不算 一定要用傳真機傳 政府就很奇怪 很奇怪,你如果 這麼像黑心油,擦不出來 擦這個很厲害 再來,光碟 光碟也沒有人用 光碟最新鮮 光碟用什麼地方呢 光碟就是用在 那個,我們路邊 如果在刮蒼蠅 就把它摸一條線 把它釣到那裡 好身就不敢過來 這樣會反射嘛 會反射 就是傳真機閣做光碟 又很可憐 所以啊 時代一定改變 還有什麼 有感而發的攻擊的事情 很簡單就是最近 Google地圖出現 語音導航 語音導航 所以說前面 請左轉 再過來請右轉 這不是 普通的都有 還要Google做 這不一樣 我們普通 如果是去買那個 電路導航的那種 一般我們的 尤其是 文獎先生去買 GPS導航那種 那種 那是離線版 離開 離線啦 就是說沒上網的情況下 都欠在你的電腦裡面 那種的是離線版 齁 那種的齁 跟在線版有什麼不一樣 欸 你如果路況 我請問你離線版 不知道 剛才那 那有兩台車燒龍 有車好 撞到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剛才 有在彈雷公 有火災 有天氣什麼都賣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附近有什麼朋友 不知道 也不知道 離線版也不知道 所以Google的 語音導航 你跟你說一件事 就是說 他後 但是他 離線不能用 但是他後 就是跟你說 你可能 你說我 塞到台南 欸我台南有什麼朋友 想不起來 但是可能旁邊就 在旁邊就出了很多 很多 你的台南朋友都找出來 目前他的功能 還沒幫你做到整合得這麼多 但是那是警察辦的事情 最重要是 語音導航一定出來 語音導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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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是不是 我開始營的時候 我可能太早營 叫那個語音導航 這邊請左拐 那邊請右拐 我靠他啊 這是對一國來的 北京來的 你知道嗎 嘿 這個語音導航 我本來那時候 起到 現在寫一個台字 給你寫中國台灣神 我愈會大 用要把手機打拐 從卡電位去 某位立委 我說你 我拜託 我留意大人 你趕快去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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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張善政務委員 聽說不是由那個Google來的 不是Google的大中華區總裁 推 來做這個政務委員的 就去看他 嘿 過兩天說 欸 賓兒 前面請左轉 請右轉 哎呦 賓台灣誰 嘿嘿嘿 嘿 所以說你台灣跟中國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北京Q你聽有嗎 用詞也不一樣嘛 台灣Q你一聽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台灣Q就一樣嘛 齁 你像我哪有時候走到那個 那個 嚴瓶俊王詞 啊就有那種 先生請幫我們拍一拍照吧 我講 哈哈 來吃是客 我們很興奮 但是那個聲音聽到齁 吼 那耳末也要破掉 這樣啦齁 就不習慣就對了 所以 欸 台灣還是台灣 中國還是中國 奇怪 說這個才說我去政治 哈哈哈 不然這是俗識啦 我是用俗識說給你聽 啊 啊 裡面又慢慢說給你聽 啊 所以在我這個 欸 節目裡面齁 不是好像吃美食而已齁齁 我是 我是很希望可以說得很多元的話 包含 啊 呃 旅遊 齁 最新的科技 你說的旅遊 我全世界也算說 呃 雖然不是說 啊 像人家專門的旅遊家啦齁 啊 但是也旅遊不少的地方 啊 所以都可以在這裡跟大家來做 分享 啊 啊美食齁齁 我一直跟很多人說 我其實不是什麼美食家齁齁 目前是愛吃才吃 所以你要吃吃的時候都把它就 const..... 好 但是我主要是在記錄看到 這個所有這家飲食的人 他的你有身分和性化態度 你多好吃 这当然是基本 但是你因为你感受到精神 你生活的态度做得很好 所以你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就好吃 所以有很多朋友问我 你们台南 东西好吃的秘诀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新鲜 用心 这是最重要 还要说手机有什么好玩 手机不是好玩牌 他说我是为什么围着手机 这样很无用 我为什么围着这些科技很无用 我其实都不是跟你说 你爱拿一只手机去过着 科学怪人的生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忙碌的东西 我们来生活给它很快乐 但是因为 要说有很多 今天刚才说到这里而已 不要紧 我们下个礼拜先说美食 下下个礼拜 我们再继续来讲科技 怎样利用这些云端的科技 我们来过得 美妙的 我们来慢活 我们来让我们生活 进化的穿实 这我会继续跟大家 做回谈 好 今天到这里 这是FMQ.5 自幼稚山 渔夫自幼颈 我是渔夫 到下期一天啊 拜拜